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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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足美争霸 第二节 这一节回来,其实还有很多东西说的 其中一个话题就是 川普被 被众议会 提出弹劾 这件事都挺好玩的 但是当然我觉得 形势上 六死谁手是 最未所知的,很难说的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 拜登 事实上 那个人气 有些说法是不太好 尤其是 他在乌克兰 有些贪腐的问题 特朗普在电话里 有叫 乌克兰新任的演员总统 扎廉斯基去查 拜登的儿子 这是事实 算不算是施压呢 是有所压 有所是可以争拗的 首先这一点 你看到那段话是有这么说的 你去和 另外接触吧 接着呢 有些外面的事实 就说特朗普抽起了 对乌克兰的一些援助 两件事串起来 就叫施压了 当然特朗普就讨论 这个是不是算是施压呢 两件事会不会同时发生呢 这个呢 就是审死官了 其实没什么意思的 对特朗普来说 他的支持者理你都傻的 他觉得呢 两件事分开 等于香港的蟑螂呢 他就说那些人暴动 那些蟑螂就会说 暴动很小事而已 那些警察濫暴啊 这样 逃犯条例反得对啊 这样 我觉得林郑那个退让是不对的 不过呢 如果你说策略上 说撤回条例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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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策略上面 去打死索罗斯 又或者是 他不玩这个逃犯条例 是因为 看着很多旗子本 要沽 就是不想益那些鬼佬 硬碰就一定会坏的事了 林郑用一些呢 就是 因为金融战争的问题呢 用一些特别的策略呢 那我就另一样东西 那你反过来看呢 就是说 为了特朗普去 去移动拜登呢 拜登的确实应该 他的儿子是有问题的 他有在这儿搂油水 古灵精怪的 就是 呃 不要说我主观啊 但是 呃 如果 民主党就很有信心 去搞 就说要呢 查 你查完特朗普 是否要查拜登呢 如果说特朗普 夹到一些东西 是证明到拜登真的贪污腐化 利用美国的地位 在美国是在那儿搂油水的时候 那会不会又调转呢 是吧 这个情况 就是 呃 现在美国之间 正真 正真这样爆发了 爆发了出来 六死岁首是不知道的 特朗普 足不足以弹劾他呢 如果是多了些料 证明说拜登真的有贪腐 你俩父子 那怎么办呢 所以呢 这个呢 我们密切期待 看下 打成怎样 但是呢 坦克是不可能成功的 首先是这样说 是绝对不可能成功 因为 参议院呢 是共和党控制的 那你搞定了 你搞定了 你其实 众议院要过三分二都没可能的 你拿来吓 特朗普 特朗普不是拿来 去炸嬌 是吧 就是 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特朗普 他现在就是说 你 他随时是可以 可以打算战去反白为胜的 就是我们不要说 当然美国是我们中国的敌人 是香港的敌人 是吧 所以他在香港摆满了这些蟑螂 来搞我们 我们不喜欢 但是你说 对特朗普 我们始终都是说 他连任不是没可能 不可以说太... 太... 太低估他 因为呢 一出QE4 如果 经济变好了 美国人可能那些东西就不记得 很多美国人都...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了 我自己是这样看的 如果... 另外呢 其实就是说 上一集我们都... 讲到沙地呢 被攻击的问题 其实现在呢 这个大盘来说呢 我上次讲呢 就觉得是不是美国自编自导自演 但另一边呢 就说胡塞武装炸 因为有太多的版本呢 说沙地呢 石油设施被炸呢 有很多很多的解释 所以... 我认为是不可能 有太多美军 啊 防空系统啊 去... 在波斯湾里密集地去看着伊朗 所以... 所以... 这件事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就是我自己这样认为 嗯... 所以伊朗呢 大家都排除的 全世界 但是... 胡塞武装背后去襲击 技术哪里来 有人就说在以色列里来 有个讲法是说 沙地呢 放水被胡塞武装炸 停了那些... 防空系统 可能他也真的有话事权啦 他停轨了 那就胡塞武装的东西不是那么厉害 也能爆到他咯 这样 这个呢 是其中一个讲法来的 以色列的讲法呢 就是说胡塞武装很厉害 那那个厉害的技术是来自于以色列 以色列呢 因为熟知爱国手导弹呢 他都破解了 这样 这个其实也是有问题的 就是以色列和美国之间呢 不是百分百信任的 我觉得 因为以色列佬呢 其实也有时候会 砸毁了大陆啊 那些东西 就是基本上呢 以色列都是两头蛇来的 所以呢 我觉得 爱国者的系统呢 不会说 对犹太人呢 是无掩鸡笼的 这样 他突然间去穿你鬼孔底 那你就会 那个导弹系统就无能到这样了 沙地 放水这个可能性呢 我自己觉得可能性是偏高一点 要不就是胡塞武装自己厉害 要不就是沙地放水 美国会不会自编自编自演呢 这样 我今次呢 我看完很多资料之后呢 我觉得 对不起 我是推翻了我上一集的说法 上一集呢 我是很犹豫 几个改法里面 我说 美国可能自编自编自演 那些 因为呢 其实就是 特朗普呢 现在呢 基本上想夹死伊朗 油价呢 跌到近50元 那时候 一次过呢 推到50元头 一次过推到71元呢 其实是升得很厉害 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其实这个低油价 原本就是用来打压伊朗的 伊朗呢 被打压的时候呢 喂 你始终都是偷偷摸摸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卖石油啦 很多的说法都是他经俄罗斯去卖的 俄罗斯呢 就大量入口了石油 入口了呢 就是他陆地很多油管 那些东西 他自己有一个系统 跟着俄罗斯买了些石油 就转卖咯 所以他是死不去的 但是俄罗斯就赚了 赚了差价 这是一个这样的看法 但是呢 油价低呢 俄罗斯 喊不开心 伊朗都喊不开心的 那呢 他已经是最吃虧的那个 对不对 他一定是用低 给市场低的价 去卖才卖到的嘛 如果油价压着低呢 对伊朗 美国对伊朗的经济封锁呢 是 是会更加成功的 但是今次呢 这个油价暴升呢 是令到伊朗呢 吐了一口气 对不对 由五十元头升到 现在还是六十几元 起码好了先啦 对不对 其实说 你低油价呢 对所有的出产石油国家 无论俄罗斯啦 沙地啦 和伊朗呢 都是不好的 而呢 沙地 放水 和伊朗 策划襲击呢 伊朗真是猴塞武音的大佬嘛 那猴塞武装呢 就说 其实沙地有内鬼呢 督他所有成功 是放水 给个内鬼 通点料等等 胡塞武装啊 那辆科技不是那么高啊 速度不是那么快 又没有隐形设施的 无人机 那么成功炸到 炸到他那么严重啊 还是真的 沙地里面里面是不和合的 因为呢 沙地的结构里面呢 原本呢 它的黄金是不和合的 王位的成绩呢 哥哥瓜祖 哥哥瓜祖是给弟弟的 就是 一向的王位呢 那个立国的时候呢 有个第一代的皇帝 跟着生了很多个儿子 四五六七十个儿子 那他们这些 不同妈妈 就不同的势力 可能这七个儿子 就是同一个妈妈的 另外那些儿子 又不同妈妈的 那样 大家就在这儿轮流 拿个皇位了 那一直都维持在第二代里面 那个阶层里面 就是整对哥哥 哥死了 传给弟弟 传了很多年了 传了几十年 那终于呢 第二代的人都很老的了 但是呢 仍然有 第二代都仍然有 可以承继王位的 但是呢 薩纳曼的皇帝呢 就决定呢 就把皇位呢 不是给其他兄弟 是给自己的亲生子 就安排 由第二代呢 传给第三代 这件事来说呢 是违反了过往呢 势力的平衡的 那现在做了皇帝的薩纳曼呢 就不管 我就是 不再传给其他房了 我要传给我亲生子 那这个呢 产生了很大的政争 这个政争呢 是在内部里面呢 小薩纳曼 就是说 我们叫他做 穆罕纳曼 MBS 穆罕纳曼 本 这个薩纳曼 就是 薩纳曼之子 但是不要管了 我们叫他做小薩纳曼 小薩纳曼呢 就是 曾经反贪呢 就是清... 所谓的反贪就是 拘捕了很多敌对的皇室势力 拘捕了很多敌对的皇室势力的时候呢 甚至呢 就说要抄家 那样 或者呢 有些... 有钱佬 有些皇室里面 有些... 不知道叫沙地古神那些呢 都要掏一大堆钱才可以脱身 各样东西 总之现在呢 沙地里面呢 因为这个皇位的承传呢 里面是内面呢 有一定的... 的... 的争斗 会不会有一些... 反对派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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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助胡塞武装呢 这样 我不排除 不过呢 有一个消息呢 就是说呢 沙地那个能源部长呢 比较亲美的能源部长呢 被小薩纳曼炒了 变成了呢 小薩纳曼可以给了一个... 他自己... 自己... 亲信去做了能源部部长 那这个都是很重要的新闻来的 那就是说呢 看这些蛛丝马迹来说呢 薩纳曼呢 我觉得放水的机会大过美国自编自断演 因为美国的大阵就是说 现在是... 还是一个... 美国虽然是减息而已 但是有一个强美元呢 是... 现在在19年年底是出现的嘛 减了两次息的美元都不是说跌 没什么跌的而已 因为其他国家更加坏的嘛 对不对 尤其是在欧洲啦 所以呢... 油价跌 再加强美元呢 是... 对很多国家呢 都是有很大的打压的 现在呢 在一个美元还是相对强势的时候 油价这样升呢 是令到一些产油国呢 鬆了一口气嘛 那对美国为主 这个伊朗呢 是... 不是那么有利的 我自己觉得 美国是... 如果是这样的分析来说 美国就被人过了一栋咯 就是我认为 美国是被人过了一栋咯了 那特朗普又被人过了一栋咯 那你说他拆不拆呢 那我说拆不拆呢 那... 那... 不是每个人想 永远听你美国佬说 你美国佬你坏得连南太平洋都hold不住 全部跑佬去... 去跟中国了 对不对 还有最后四个国家 所以呢... 这个形势上呢 全世界都在美国呢 在特朗普治下 不是特朗普令到美国衰弱 而是... 美国本身的资本主义的制度 就是贫磷崩溃的了 他们的贪腐... 上一节所讲的了 他们的银行的亏空 是吧 他们... 他们打仗乱洗钱 或者美国军部都很亏空 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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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说打仗他们的黄金万两呢 其实... 吹大了个头呢 用的钱真的很夸张 所以... 美国呢... 就比这些军方也好 银行脑也好 不断规控规到... 是死的了 我自己认为 那... 那我们讲... 第二些东西啦 还有一些... 一些时间... 脱欧问题 总之... 约翰逊呢... 就... 仍然还在... 还在... 我觉得... 真的很神秘的 总之... whatever... 怎样都好... 就是... 呃... 他... 那个议会就服了会 服了会呢... Colbin呢... 工党呢... 仍然是不敢... 去推约翰逊下台 约翰逊呢... 仍然可以压住个毛坑 可能你听得一瓢无碎 应该说 原本是休会的 但是英国法院呢... 最后呢... 9月24、25... 就说... 其实... 24日... 就是宣布... 那个休会呢... 是非法的 那... 因为9月24日... 宣布了... 9月25日... 服了会了... 服了会... 我们在那里看... 就会不会说... 约翰逊被人家怒下来啦... 又没有怒啊... 那... 究竟那个胶着的形势是怎样呢... 那... 真是说不到的... 那... 约翰逊... 他拿着手上权... 他会不会... 不... 违法地... 因为... 国会已经通过了法例... 不可以... 你没有协议去脱欧嘛... 那如果你没有协议就要延长啦...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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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 你... 那天... 想不到方法... 搞不出协议呢... 你... 法律上... 應該... 政府... 要... 那天... 那天... 你... 那天... 你... 因为... 那天... 提出不信任动议,然后组织一个很短的内阁 一个由Colbin做的看守内阁 然后尽快大选,比如说OK,11月某日 可能你先夺了手上的权 然后extend由Colbin做 Colbinextend完之后 然后延长了就重新大选 我看到路径类似是这样 即是说现在很闷了,9月27日 去到10月19日之前 工党都不会踢约翰遜下台 约翰遜在那里吐,即是交住 另外 最搞笑的就是Colbin很不想接手上的位子 但是,怕一提出extend的时候 法国是反对extend 即是那些没有约束的协议 在欧盟里谈过,让他extend 如果有理由的话 法国是有否决权的 法国是没有任何的 弱速力的 所以,其实最后会不会说 哎呀,法国不让extend 接了呢,这样 有可能 这些东西实际上太多变数了 但是,知道就是大家 我很闷的 你...Colbin 你不去拿手上的位置 即是你其实可以说,喂 如果你说其他人不信你,你要拖 拖到19日才动手 去抢回手上的位置 用最短时间的抢回手上做 我觉得这个很混乱 很混乱 那我就没有心机再说了 关于英国脱欧 那这些呢,慢慢看了 真是不行了 这些东西... 只有一个乱字一团做 但是他们又... 约翰逊已经不是有多数在手的了 但是你是不换 那大家都是为了一些私心 对不对 就是你可以抢来做 自己走自己一套的嘛 对不对 你真是在这儿浪费时间而已 现在大家 那所以呢,看着英国呢 你看到你... 你真是想死和作呕的 我觉得我是挺不满的工党 工党又说内斗 那就不要管了 最后是内斗不成 但是有内斗的 Colbin究竟... 其实很多人都说Colbin本身是一个脱欧派 基本上他是想... 有协议脱欧而已 他不想留欧 所以呢,如果大选的话呢 现在呢... 保守党赢的机会是比较高一点 因为保守党很简单 我不会搞第二次公投 我就是脱 接着呢... 自由民主党呢... 他就说... 我不会搞这么多第二次公投 总之... 如果... 揮甲党赢... 就是留 那些选民是不是一听得很简单呢 大选变成了公投嘛 而保守... 而工党呢... 那个... 那个政綱呢... 就是... 如果... 重新大选呢... 他不是有例的 他说呢... 我们工党呢... 究竟脱还是不脱 大选了之后... 之后才在未来去决定 究竟是选择一种有协议的脱欧啊... 还是留欧 到时... 谈了一个协议 跟着... 就再加留欧选案呢... 一起公投和 这些呢... 是不是叫... 除虎拔屁... 乱七八糟呢? 就是... 又是一句说完... 就是白痴的 你工党... 你还打算去骂... 这个脱欧票? 这个脱欧票? 其实呢... 我觉得都... 呃... 所以呢... 无论如何都好 可能工党这个取态呢... 是... 有利脱欧的... 那呢... 也都令到他在大选里面呢... 我觉得我不是那么... 如果是11月头啊... 假设是一个extend的... 之后的重新大选呢... 我觉得工党... 赢选的机会不高... 我自己... 方案判断 那... 最后提一提呢... 就是... 印度呢... 现在是联合国大会的... 所以呢... 扎连斯基啊... 或者很多人呢... 都走了去... 联合国的... 中国呢... 就没有派... 领导人... 就派了... 王毅的... 那... 但是... 所以你看很多新闻... 但是呢... 美国和印度呢... 有一些互动呢... 都是很异常的... 那... 但是呢... 其实... 不知道... 印度会不会引入美国的势力... 在... 这个... 俠泽米尔... 开大监呢... 这样... 这个我们要再密切留意啦... 就是... 台湾的问题... 我暂时不是那么忧心的... 因为中国来说... 台湾... 韩国鱼有没有机会赢... 我觉得韩国鱼赢的机会是大些... 所以台海战争的机会不高... 我自己暂时... 就是... 我们都是迟些才说的啦... 你起码都等... 等一月... 才知道究竟韩国鱼赢不赢啦... 我相信呢... 现在去到... 一月呢... 都不会有战争的... 就是我自己的... 基本立场是这样的... 都看韩国鱼赢不赢先啦... 韩国鱼... 这个人... 他赢了呢... 他未必... 他是暗毒都好啦... 这些人很容易被收买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觉是... 所以呢... 台海会有战争的机会性呢... 低很多的啦... 如果你... 蔡英文赢... 那... 这只牌呢... 美国可以回台湾的牌... 但是如果呢... 台湾这只牌打了柴了... 美国... 那印度这只牌可能是上了... 所以呢... 都挺危险的... 那就再看看形势啦... 遲点再谈...